胸部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不需要將它醜化 以防不等於武器 當大家覺得 為什麼會變成攻擊性武器 而我們又見不到這樣的畫面 我說的時候 又沒有想到有沒有人攻擊我 或者有沒有人什麼 我只不過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會有弟弟 以後成長的女生 就更加扭曲胸部的看法 雨傘運動的時候 我當時是很感動 為一些學生 他們為了自己的將來 之前很多人會認為 小孩子只會打機 不會理會世界發生什麼事 或者香港發生什麼事 但當一個時刻 他們為將來 為真普選 為民主 他們希望可以爭取到 人人平等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母親 我覺得很感動 而且我很 proud of 他們 這些人會不會讓人們 去看 這邊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最有很多人 whereas